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在许多热爱体育和追逐梦想的人心中 全红蝉的名字已然成为了一个传奇符号 2023年9月12日 这位年轻的跳水天才终于回到了他那温暖的家乡麦河村 回家的消息立刻引发了热议和关注 围绕他的归来 不仅是一个运动员的回归 更是一次情感与故乡之间的深刻联系 此次回家是全红蝉两年来的首次回归 他的心中无疑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村担部全自华也在现场分享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他表示我们为全红蝉的回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安排了志愿者来维持秩序 确保大家能在一个愉快的环境中见到他 这不仅是对全红蝉的欢迎 更体现了村民们对他深深的支持与骄傲 尽管没有正式的庆祝活动 但大家心中对他的尊重以及期待却丝毫不减 众所周知 麦和村近年来由于全红蝉的成就而吸引了众多游客 虽然这次回家期间游客相对减少 但仍有不少人前来一睹全红蝉的风采 在小吃街的一个摊位上 卖牛杂的全华财告诉记者 由于地板受损 他的店铺正在暂停营业 不过尽管人流量没有如之前活跃 但村内的小吃街依然开门营业 体现了生活的常态与回归 见到奶奶的那一刻 相信是全红蝉回家后的最大感动 视频中 他紧紧拥抱着年迈的奶奶 那一刻的画面真是温情满满 全红蝉数月以来在外拼搏 狭义的成功或许无法与亲情相比 在这个瞬间 家是他心灵的归宿 是无论多远都想要回去的地方 8月6日的巴黎奥运会 跳水女子十米台决赛 当瘦瘦的全红蝉 站在高高的跳台上 一切喧嚣退去 全场屏息一带 这位17岁的卫冕冠军 战胜了自己最好的队友 最强的对手陈玉希 也征服了裁判 蝉联冠军 决赛开赛及高潮 全红蝉第一跳惊艳全场 腾空 翻腾 入水 一气呵成 当他入水的瞬间 整个场馆仿佛进入了静止状态 水花魔法般消失 人与水融为一体 这一跳让七个裁判 齐刷刷地打出十分 满分 也帮助全红蝉确立了领先位置 第三跳时 全红蝉入水时出现失误 但最终仍以总分425.60分夺冠 陈玉希也稳扎稳打 获得银牌 全场比赛结束后 全红蝉紧紧抱着主管教练陈若琳哭了起来 陪他大步跨过207C的教练 则轻轻捏了捏他湿漉漉的脸蛋 随后他一路小跑去找陈玉希 两人拥抱在一起 这对双子星既是最好的搭档 也是彼此最强的对手 在巴黎水上运动中心 记者还见到了全红蝉的哥哥全静华 他带着国旗和应援物 在看台为妹妹加油 全静华穿着一身红色的西装 这是新买的 他的名字里有红字 国旗也是红色的 所以必须要穿红衣服 全红蝉去领奖的路上经过看台 意外看到哥哥 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你怎么来的 我坐飞机来的 兄妹俩的对话呆萌可爱 最后 全静华对着记者的镜头 给全红蝉喊话 真的太棒了 等回来湛江 我坐白鞋鸡给你吃 从2020年 广东省青少年跳水锦标赛 展露头角 到东京奥运会 创女子十米跳台历史最高分纪录夺金 再到今年的巴黎奥运会 放眼体谈 全红蝉 无疑是年轻运动员的优秀代表 湛江位于广东省西南部 2007年3月 全红蝉就出生在湛江市麻张镇麦河村 他的父母靠种植水果维持生计 并通过大哥的视频账号 直播销售农产品 全红蝉多年来的参赛证件 奖牌和证书 都被整齐地放进床底的行李箱内 只有农家院外墙的一小片墙壁上 贴有2020年全国跳水冠军赛 夺金石的照片 也正是从那时起 全红蝉获得了走向奥运舞台的资格 步入聚光灯的中央 全红蝉7岁时 被启蒙教练发掘 正式接受跳水训练 随后逐步升入广东省队 以及国家跳水队 在采访中 全爸爸全文茂透露 距离上一次与女儿见面 已经是两年前的事 步入跳水生涯后 家人并没有觉得女儿是享福 全爸爸说 我觉得她现在的训练生活 比我干农活要累十倍百倍 在全红蝉父母 果园住房的客厅里 摆着一瓶她给爸爸买的白酒 全爸爸说 打算等到她回来再喝 就当是庆祝她回家 去年春节 女儿就没能回来 和家人一块吃年夜饭 全红蝉的童年往事 多与故乡麦河村有关 这是一座人口 仅有两千余人的小村 村内有两片景观湖 四周被农田和道路围绕 乍一看 有些跳水池的影子 去年 这座诞生奥运冠军的小村 还在村口立下了奥运五环新标识 东京奥运会时期 因全红蝉的出色表现 全国各地的拍摄者将这栋已经建成三十余年的旧农家院 为的水泄不通 当地政府不得不安排执信人员前来维持秩序 被问及是否会反感这种行为 全爷爷回应道 不会 喜欢你们来 希望有更多人疼爱她 在赛后采访中 有媒体提问 如何看外界所说的天才少女称号 真的是小小巴黎轻松拿捏吗 全红蝉回应称 自己不是人们所说的天才少女 这些都是练出来的 2014年 全红蝉在课间休息时 和同学一起玩跳格子 被前来选才的教练一眼看中 跳格子要算是中国最为普及的儿童游戏之一 各地的规则越有差异 但总体逻辑大致互通 前行的路上要躲过障碍 单腿赶路免不了跌跌撞撞 目标越远便命中越难 儿时的游戏也含有点人生的哲理 而全红蝉在跳格子时总能领先别人 时隔三年再次站上奥运赛场 对于正处于发育期的全红蝉来说 这枚宝贵的金牌来得十分不易 我也年轻过 但怎么也回不到年轻的感觉了 全红蝉的自嘲 让很多网友心疼又担心 人们才意识到 原来早已登上世界之巅的天才少女 也会有烦恼 过去的三年 全红蝉年纪长了 身高长高了 体重也增加了计时筋 随着身体发育 全红蝉在训练时 逐渐感觉动作沉重 完成度下降 用主管教练陈若琳的话来说 就像是负重训练一样 过去近三年的时间 身为全红蝉主管教练的陈若琳 一直在帮助她突破发育观 巴黎奥运会前 师徒俩定下再次为国争光的目标 巴黎奥运会决赛现场 全红蝉状态不错 其中207C跳得近乎完美 最终夺得冠军 兑现了诺言 然而 在这耀眼成就的背后 却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艰辛历程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随着年龄的增长 全红蝉不得不直面 所有女子跳水运动员 都要经历的发育观 身高猛增7厘米 体重也随之上涨约7公斤 这些看似细微的变化 却犹如一座座大山 压在了她曾经轻盈如燕的身姿上 跳台上的她 开始感到沉重 曾经行云流水的动作 如今也显得略显生涩 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 全红蝉并未选择退缩 而是毅然决然地 踏上了挑战自我的征程 每天长达七八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 成为了她每天的日常 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还未洒满大地 闹钟便已响起 那时的她 常常会在疲惫的驱使下 产生赖床的念头 有时 甚至会因为过度的劳累 而错过了早操的时间 然而 即便如此 她依然选择咬牙坚持 从未轻言放弃 因为她知道 只有经过无数次的魔力 才能在赛场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镜头前的全红蝉 总是笑叶如花 宛如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 然而 在这笑容背后 却隐藏着她内心深处的无尽压力 每当动作完成得不尽如人意 或者受到教练的批评时 她的内心都会如同被刀割一般疼痛 温水在眼眶中打转 但她却始终强忍着 不愿让他们落下 她深知 在这个团队中 每个人都肩负着众人 她不愿因自己的负面情绪 而影响到其他人的心情和状态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全红蝉究竟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她的回答简单而朴实 却充满了力量 我也不知道 每天数日子吧 数着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 回头想想 也是坚持这么久了 还不如坚持下去 正是这种简单而执着的信念 如同不灭的火炬 照亮了她前行的道路 成为支撑她不断前进的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 全红蝉对队友陈玉希 有了更深的理解 曾经 她或许不太明白 陈玉希在备战东京奥运会时的艰难 但现在 经历了相似的挑战后 她深深体会到了那种痛苦和无助 然而 出于对团队的责任感 她选择默默承受这些压力 不愿与陈玉希分享 生怕影响到队友的状态 她知道 他们是一个整体 只有团结一心 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全红蝉是当下最火的奥运冠军之一 她的水花消失数 得到了大家的广泛称赞和认可 在赛场 连郭晶晶都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全红蝉虽然是冠军 但在平时 和邻家女孩还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日前 她在家骑电动车的画面 让很多人笑妈了 以至有人感叹 她真的是太淳朴 太可爱了 和很多人一样 回到家的全红蝉 身心是舒畅的 像一个天真的孩子 换上了最舒适的衣服 那是一种久违的轻松与自在 家中的每一个角落 都充满了熟悉的气息 母亲早已准备好了 她最爱吃的家乡菜 餐桌上 一家人围坐一起 谈笑风生 平静幸福且美好 饭后 全红蝉提议要出去骑电动车 这部骑车不要紧 一骑车 真的是太炸接拉风了 她跨上车 戴上头盔 也有个跳水时的自信与从容 姐 上来吧 我带你兜风去 全红蝉笑着对坐在一旁的姐姐说道 姐姐虽然有些犹豫 但看到妹妹那充满期待的眼神 还是笑着坐上了后座 全红蝉骑得并不快 甚至有些摇摇晃晃 她时而加速 时而减速 跟在后面的一辆挂着月欧牌照的车辆 则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但全红蝉似乎并不在意这些 小电驴穿梭在街头巷尾 引来了不少人的注目 大家拿着手机拍摄 全红蝉并没有躲闪 反而微笑着向大家挥手 让人感受到了她作为冠军的谦虚与随和 看 那就是全红蝉 奥运冠军回来了 路人的议论声此起彼伏 但全红蝉的心中却异常平静 对此 网友们看到后 有的调侃说 她的姐姐这装备也不全啊 好像还有点紧张 担心自己的妹妹骑车不把门 心里也是忐忑啊 真的是难为这姐姐了 有的退伍军人表示 作为一名退伍老兵 我要是见到小妹妹 我都给她敬个礼 她给祖国带来的荣誉无上光荣 可以说一个大将军可以提拔出来 但是一个世界冠军 可不是轻易能够培养和提拔起来的 万般保护绝不过过 有的网友感叹说 全红蝉回老家了 这个女孩架子一点都没有 再到大家还热情打招呼 对待家人礼貌孝顺 不做做 回家就是过日子平常的正常生活 就是好样的 只可惜 陪伴家人的时间太少了 中秋过完 又得为自己的事业 为国家争光 有的网友 更是扒出了欧车的信息 这种车没有行驶证 只有一个国徽大红本 欧车在场就是执行国家特别事务 看来是在一路保护全妹妹